大家好,这里是小柏。 本期小柏将为大家介绍空气分离大型设备的膨胀和节流制冷分别起什么作用。 空气分离大型设备的膨胀和节流都是制冷的需要,又分别起不同作用。 制冷量主要靠膨胀机产生的是低压空分设备,气体通过膨胀机做外供膨胀,要消耗内部能量,温降效果比节流要大得多。 同时,膨胀机膨胀的温降在进口温度越高时,效果越大。 但是,膨胀机内不允许出现液体,以免损坏叶片。 对于中压空分设备,低温空气进入下塔,采用节流膨胀,以保证进塔空气有一定的寒湿。 对低温液体的膨胀来说,液体节流的能量损失小,膨胀机膨胀与节流膨胀的效果已无显著差别。 而节流阀的结构和操作比膨胀机要简单得多,因此,下塔的液体膨胀到上塔时均采用节流膨胀。 因此,空气分离大型设备的膨胀和节流制冷,互相配合使用,以满足制冷量的要求。 制冷量的调节是通过调节膨胀机的制冷量来实现的。 空分塔内的最低温度则是靠液体节流达到的。 迪尔空分拥有丰富的项目工程经验,并不断利用创新技术,优化设备节能与安全,是我国空分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和气体供应商。 本期的小百就到这里,关注小百,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